Panaster M是俄罗斯的一款新一代抗干扰进程防御武器系统 目前该系统已经完成研发 并且已经在卡拉库特级护卫舰上经过测试 当Panaster M经过所有测评以后 它将会大量的安装在俄罗斯军舰上 成为俄罗斯军舰上的铜墙铁壁 而除了轻型的巡逻舰或是护卫舰以外 Panaster M也可安装在大型的驱逐舰和巡洋舰 以及基洛夫级战斗巡洋舰上 甚至将来俄罗斯的航母上也会配备 目前俄罗斯海军正在对唯一的航空母舰 库斯尼佐夫上将号进行升级 据称该航空母舰将会在这次升级中 安装上Panaster M进程武器系统 用来提升它的自我防卫能力 由此可见Panaster M的作用还是非常广泛的 而且它还有陆地版 陆地名叫Panaster SE 也就是它的前身 Panaster M进程防御武器系统设计的最大特点 就是将导弹和火炮系统 以及集成的雷达光学武器控制系统 完美地结合在了一个炮塔支架内 与同类型的武器系统相比 这无疑提高了其作战效率 使得它不仅能对空还能对水面 拥有着国外所有同类产品 无法比拟的优势 能甩出同类产品好几条件 并且这种设计还体现出了 该进防武器系统的先进构想 毫不夸张地说 它将领先世界好几年 而且在未来几十年内 它将会一直是俄罗斯的 主要进防武器系统 现如今 俄罗斯的军舰上大多都是装载的 Crotek进程防御武器系统 该系统还有一个出口版 出口版的名字叫Castan 而Panacer-M的诞生 其实就是为了替换俄罗斯的Castan Panacer-M与Castan一样都是全自动化 能自动进行空中目标的搜索 识别跟踪和高精度制导 其反应时间只有2-3秒 在发现目标后的3-5秒内 并可发射导弹攻击目标 并且不仅能在静止状态和运动中作战 还能攻击迎面目标和远离的目标 整个作战过程都是按程序自动进行 完全不需要人员操作 但同时相比于Castan Panacer-M使用了更加具有性价比的组件 来降低成本 同时降低了集成风险 且拦截效果更好 更重要的是 Panacer-M不仅有导弹还有火炮 且雷达也要比Castan强 根据RASTAG首级执行官 Sergei Chemerjov的说法 每个Panacer-M可以同时 以每分钟1万发的射速 来攻击20公里范围内的4个目标 并且命中率是现由Castan装置的3-4倍 这么强的火力 可以瞬间击碎任何袭来的反舰导弹 飞机 无刃机 或快速小艇 并且它不仅能防空 还能用来防水面目标 同时Panacer-M还可以拦截 低着离地只有2米的绿海导弹 可见Panacer-M本身的实力是多么的强 但从外观看 你都会觉得它非常的强大 Panacer-M的外观很独特 它是由一个指挥模块和4个战斗模块组成 宛如一个机器人站立在那里一样 战斗力十足 它的火炮武器相当于机器人的手 雷达则相当于机器人的头部 而肩上的8个火箭发射装置更加夸张 结合起来 就跟电影中的战斗机器人差不多 不过Panacer-M并不能动 Panacer-M配备了敌我识别系统 无论是在多么复杂的战场上 它都能识别出那些攻击具有威胁性 哪些攻击并不具备威胁性 在武器装备上 Panacer-M能发射两种导弹 这两种导弹分别为 Harmes-K导弹和5716导弹 这两个导弹有些朋友可能比较陌生 Harmes-K导弹是俄罗斯的一款最新型多用途导弹 这款导弹武器是由图拉仪器制造 设计局设计 采用两极固体结构 其最远射程能达到30公里 射程还是非常远的 同时 它不仅可以用来打击地面 水面 固定以及移动目标 还能拦截中低空 慢速飞行目标 一旦多能是它的特点 而5716导弹 是俄罗斯的一款防空导弹 它是俄罗斯较为常用的一款防空导弹 其威力并不是很大 但也足够拦截一些突如其来的飞行或反舰导弹 Pandas M的前身 Pandas R-41装载的也是这种导弹 除了这两种导弹以外 为了轮佩起见 俄罗斯还在该系统上装了两门六管 30×165毫米 A0-18KD旋转驾动炮 该炮的射程可达5公里 射速为每分钟1万发 尤其是在夜晚打起来跟放烟花一样 无比的华丽 在Pandas M的外表上 还覆盖着一层防抚护套 这个防护套能够确保 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生锈 延长其使用寿命 因为Pandas M一般都是在外 要经过很长时间的风吹雨晒 所以一套好的防护护套是非常重要的 Pandas M还有一个出口版本 名为Pandas M1 在2015年 俄罗斯首次公开展示了 其新型Pandas M1海军防空导弹系统的完整配置 该系统包括一个指挥所和单战作战模块 以及一个重装系统 可通过雷达和光电通道跟踪目标 并自动与目标交战 不过 相比于Pandas M 它就有些稍微弱了 但它的出口量潜力非常大 因为相比于同类产品 它还是非常独特的 总的来说 Pandas M是一款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进程防御武器系统 无论是对空或是对水面 它的实力都非常强 在未来几十年内 它将是俄罗斯的主要进防武器系统 之前我们说过 Pandas M是为了替代 喀斯坦 从外形上看 Pandas M更加小巧 且攻击武器更多 而喀斯坦则看着比较重 且武器装备仅有两个导弹发射装置 而且雷达也明显有些落后了 所以说Pandas M是为了替代喀斯坦 且它俩外形长得有点像 但是Pandas M的前身并不是喀斯坦 而是Pandas S1 翻译过来叫铠甲导弹系统 北约代号SAR灰狗 它与Pandas M所采用的雷达一样 都是采用相控阵雷达以及光学红外目标识别 所以两者性能也很相似 只是体积缩小了 并且还做了耐烟处理 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防腐护套 在雷达上 Pandas M非常的先进 它能够探测35公里甚至更远的目标 并且能够做到实时跟踪 分析目标的威胁性 从而对目标进行有效打击 Pandas S1同样也是如此 只不过它的攻击力并没有Pandas M强 对于一般的飞机 巡航导弹S1还能拦截 但如果数量过多或机动性太强 S1就有些吃力了 但Pandas M并不会 就算目标数量过多 导弹不够 也还有火炮可以顶上 基本上 只要不是黑压压一大片 Pandas M的防御 可以说是铁板一块 没有一点缝隙可钻 Pandas M与美国方阵快炮 以及海公洋防空导弹系统 最大的不同在于 Pandas M系统既安装了导弹 又保留了火炮 这使得它的防御系统更为全面 一套Pandas M系统 有着8枚战备弹 且在8枚导弹用完以后 甲板下方的双旋转弹仓 还可以在几秒内重新装填 速度非常快 在它的库存中 总共有着32枚导弹 算上原本上面安装的8枚导弹 共计40枚 备弹量还是比较充足的 看到这里的朋友会发现 我们一直在强调 Pandas M的导弹和火炮结合 为什么一直强调这个呢 因为目前除了俄罗斯 有这样的技术以外 别的国家都还没有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它出口潜力很大 即使出口那款被削弱了一些 也依然拦不住很多国家购买 原因就在于 它的结合技术非常先进 首先是Pandas M的体型并不大 省地方且攻击力还强 其次是它的价格也并不是很贵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 欢迎打赞 下面的评论区 和大家一起讨论 如果想了解更多 别忘了给一个关注 要是能顺便点个赞 就再好不过了 你们的支持 就是我的动力 感谢大家观看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